主要是我们仰望你 要我们真的常常定睛在你的身上 敞着脸 可以看见你的荣光 主要让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身体就成为你的电 好 让我们能够常常不住的祷告 在我们心灵里面 不住的敬拜 主要是我们仰望你 因为你在寻找一群用心灵诚实敬拜你的人 主要赦免我们 赦免你的教会 赦免今天的基督教成为一个不祷告的基督教 不祷告的基督徒 赦免我们 主要福兴我们 对你祷告敬拜的心 主要把祷告的负担 那个私安恳求的灵 不住的浇灌你的教会 让你的教会在祷告里面 经历你的荣耀 经历你的同在 你的大能 主我们心里何等难过 看到这些 看到这些回教徒 他们昼夜的祷告 他们的阿拉 祷告我们基督徒的祷告生活在哪里 赦免我们 包括今天你借着你的话语 再次来光照我们 让我们真的心被恩赶 口唱心和来赞美你 主要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主要让我们真知道你 帮助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让我们一同翻到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我们纪念耶稣的诞生 也纪念祂的受死 因为祂是为死而生 我们一同来读五十三章 第四节到第五节 一同来 祂诚然担当我们的诱惯 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祂受的刑法 我们得了平安 因祂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特别把后面几个字 得医治把它画起来 我们上礼拜提到耶稣的救赎 因着耶稣的救赎 神应许要我们得的什么 因着耶稣的救恩救赎 我们心里祂会得的什么 永生很好 还有呢 荣耀 神的同在就是荣耀 确开了 还有呢 平安 还有一定会得到的 神应许的entitle 儿子的名分 哈利路亚 成为后世 还有 一定得到的 权柄什么权柄 约恩福音一章所有节 是什么 给你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OK 要讲具体 还有得到什么 圣灵的内祖 以赴所说第一章 信的他 就得了这个圣灵为印记 悔改信主 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还得到什么 一定会得到的 罪得赦免太宝贵了 还有呢 孙安得到什么 一定得到的 与神和好 OK 还有呢 还有没有 得到很多 基业 我们得到这个 承受基业的身份 与耶稣基督 同得基业 我们得到天上 各样属灵的福气 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就问 究竟这个救赎 有没有包括 病得医治的恩典 在美国教会里面 二十世纪初 一位很有名的传导人 叫A.B. Simpson 中文翻译 酸性博士 他创办了什么教会 很有名的教会 我都在那个教会 香港受洗的 算道会 Missionary Alliance Church 当然在美国 在湾区 很多算道会的分堂 那么 我们上课的方正明老师 他的教会 中文部 算道会 上礼拜 我们的校友Charles Wu 在Saint Hussein的 算道会 安理做牧师 很多的算道会 酸性博士 他所提出的 一个观点 叫做传备福音 Full Gospel 大家知道 什么叫Full Gospel 什么叫传备福音 什么叫传备福音 好像是一般的教会 所传的福音 不传备 他所讲的 才传备 究竟他所定义的 传备福音 是指到什么 还没有传 达到重点 A.B. Simpson 所定义的 传备福音 是什么 酸性博士 差不多了 Miracle 他强调 福音不单单 你的灵魂得救 你的灵魂得医治 你的罪得赦免 孰灵方面 得着了恩典 这个传备的福音 包括 病得医治 这才叫做传备的福音 他说我们过去 所传的福音 都不传备 都讲天上各样赎免的福气 你成为天父的儿女 你与天父和好 你得着永生 他说 一个传备的福音 因着 以赛亚说五十三年的应许 因着你的边伤 因着耶稣的边伤 我们会得着什么 医治 这个边伤 耶稣定时下 这个救赎里面 包括了病得医治的应许 好了 现在问题来了 他这个讲法 对不对 就是我们要思想的 究竟救赎这个通门 我们上礼拜一直讲 这个救赎带来的果效 对耶稣 对我们 但是 对我们信徒 耶稣定时下 他的救赎 除了刚才你们所讲的 这些各样赎人的福气 罪得赦免 得永生 得以成为神的儿女 得圣灵内住 这些东西都一定得到的 因为在救赎里面 包括了这一切 有应许 都找到经文 应许得到这些 但是问题 是否一定 得到病的医治 从圣经 从你们的经验 你的感觉是什么 不一定 对不对 包括 是否信的耶稣 就能够好像 物质丰富 就像很多人所讲的 成功神学 物质神学 也不一定 反而我们看 初代的教会 三百年 信的耶稣 都是就像保罗所说的 真的是受逼迫 贫穷 艰苦 甚至寻到 实际的道路 这也是我们过去 中国教会 这四十几年 五十年的经历 那么 是否 耶稣的救赎 包括 病的医治 其实很多教会 所在讨论的问题 双道会 基本上 他们是 这样的立场 甚至在他们 双道会的会 会 就是这个福 就是 就是表示 那个 圣灵的恩告医治 那么 甚至我跟他们 一个 同工 有交通 他说 我们 没有得到医治 是因为我们 信息不够 耶稣的救赎 耶稣的救赎 都预备好了 包括 病得医治的恩典 是因为你 没有信心去 自取 所以是你的问题 不是十家 救赎的问题 就好像很多的 罪人 他们不懂得 来到耶稣的面前 自取这个 罪的赦免 是你的问题 是自取的问题 耶稣的救赎 是什么都有 那我就跟他讨论 我说 姐妹 你能不能找到 除了以赛亚 是五十三章 你能不能在 新约圣经里面 找到什么的支持 其实 当我们好好看 新约圣经 你发现 没有一个 很清楚的 印象说 你信耶稣 病得医治 但是你可以找到 很多别的经文 说你信耶稣 你得生命 你信耶稣 得永生 你信耶稣 得与神和好 你信耶稣 罪得赦免 唯一 他们常常引用 那个经文 马太福音第八章 马太 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 看到耶稣 行许多的神迹 他就 想到 以赛亚书 这样的一个应许 我们一同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第十 第八章 第八章 我们从这个第八章的 十六节 读到十七节 找到吗 一同来 到了晚上 到了晚上 许多被鬼附 的人 来到天宿 跟前 他只要一句话 跟他可以高散出去 并且赐发到 七十六节 这是要应许多的 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执病 也是引用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七十四预本的一个经文 那 很多人就说 你看 这个经文 应验在 新约时代 应验在耶稣的事奉当中 所以 耶稣的救赎 包括 病的医治 也是有他们的道理 正正有词 所以你们的看法 是什么 有还是没有 究竟我们的福音 师父应该是 传一个传备的福音 不但是灵魂得救 身体一定的医治 但是假如身体 一定的医治 为什么在我们的 经验当中 很多人信了主 他原有的病 还是病 甚至连保罗 他身上有没有病 也有一根尺 也有一根软弱 三次求主医治 没有得到医治 难道是因为 他信心不够 知识不到吗 神的主权 很好 一讲到神的主权 就表示 这个病的医治 不是一个entitlement 我们在美国常常用这个 entitlement 对不对 现在 这个 这个 总统跟公和党 他们在谈判 如何避免 这个physical cliff的问题 那么 这个 公和党 他们坚持 说 这些的 社会安全性等等 这些entitlement的钱 应该可以 开一点的 民主台说 绝对不能 美国人常常有这个 entitlement的concept 就是一定可以得到的 就像社会安全金等等 其实是entitlement 事业的救济金 他们觉得是应该一定得到的 同样 我们从一个基督 是否 有神的应许 有圣经的应许 除了 罪得赦免 得永生 是否我们 一定 会得到 病的医治 发现 没有直接的经文 对不对 从我们的 主观的经历 经验 发现 甚至刚才 Kathy说 要看神的主权 既然一看神的主权 就表示 不是个entitlement 因为你发现其他 罪得赦免 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不会说 看神的主权 对不对 只要你信 你就一定得到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怎么去理解 以赛亚书53章 跟马太福音第8章 这两处的经文 当然 除了算道会 有很多 比较五旬节 灵恩派的教会 他们也是 抓住这个 传备福音的观点 所以他们 哇 神一聚会 一堆人勇气 就是 觉得一定会得到医治 只要找到一个 有医病恩赐的 或者说 我的信心够大 神的救赎 已经预备了 一定会得到 这种的观点 当然我 每次Bennyham来湾区 我一定参加他的聚会 有时候 我也是觉得蛮难过的 哇 好多人坐着轮椅 推进去 但是好像 也是同样一批人 坐着轮椅 推出去 好 但是也有一两个 诶 从轮椅站起来 怎么只有一两个 是其他所有的人 他们心结不够呢 是因为他们有罪拦阻呢 好 所以 什么原因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的确 我们找不到正面的经文 来支持救赎 包括 病的医治 救赎 包括我们 得着物质的丰富 不一定 不是说 我信主之前 没有钱 信的主之后 就一定会 很有钱 我信主之前 我是瘸腿的 信的主之后 我就可以 走路 不一定 但是 其他各样 属灵的应许跟祝福 是一定的 所以我们 怎么去解释 有一位 神的仆人 我想 所谓 我们读圣灵神学的时候 所谓灵恩的第三波 葡萄园的创办人 John Wimber 大家喜欢唱他的歌吗 会唱吗 这首歌 是他写的 谱跟尺度是他写的 那他不单单有医病的恩赐 他也有敬拜赞美 也有神学教导的恩赐 很多人不认识John Wimber 其实他说 他除了圣经之外 最爱的就是系统神学 就是我们这些堂课 他把这个改革中的神学家 Lewis Berkhoff 所写的系统神学 他说读了十几遍 喜爱系统神学 然后他读了很多 关于系统神学的资料 特别来研究 究竟 救赎 有没有发过病的医治 因为他自己也有 这种医病恩赐的 但他自己也经历到 可能十个人 只有一个人得着医治 所以John Wimber的医治服事 他不会随便给人按手 做医治的 他常常挡护在神的面前 看神的圣灵的引导 甚至他要看到异象 神要医治谁 或者说要医治什么病 他才会算告 才会做 他要按照神的心意 神的主权 不是每个基督徒人人有份 一定病的医治 那他怎么解释这个 救赎跟医治的关系呢 他讲了一句话 好 我可以写一下这句话 Although physical healing 注意啊 it's not 不在 in the atonement 不在这个救赎的应讯里面 not in the atonement it comes through through the atonement it comes to us through the atonement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对这个救赎 没有包括 病的医治这个应许 但是往往 医治的恩典 从救赎 而流出来 意思是说 也有一些弟兄姊妹 在某种的情况里面 得着医治 但是你千万不要 意思说救赎 包括医治的恩典 我一定会得到 有限会得到 come through the atonement 那 为什么 有些人会得到 原因在哪里 当然刚才 KV提到主权 这个很重要 但在这个主权背后 有一个原因 17世纪 神的仆人 John Owen 最近中国教会 或者美国的教会 对清教徒的神学 开始越来越感兴趣 的确 清教徒 他们在 灵性的操练 我们上学期也讲到 清教徒的蒙越神学 他们如何在神面前守约 尽力神的慈爱 他们是一群 非常有生活见证 追求的一群 所谓清教徒 我刚才给你们一个 补充的讲义 我只印了22份 可能不晓得够不够 不够 大家share一下 17世纪的 一个神的仆人 在他的作品里面 他的解释 这个医治的恩典 或者医治的恩典 他解释的最好 也可以说把 John Wimber 其实可能John Wimber 也是受到 他的一些的影响 跟教导的帮助 他怎么讲 这个医治的恩典 基本上 是救赎的一个记号 Sign 他强烈是个Sign 也是这个救赎 会带出来的Effect 为什么会有人 病的医治 奉耶稣的名 会病的医治 来是要 因着这个病的医治的 这个的记号 跟见证 来证明 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他的救赎 的确除去了 世人的罪 一个罪带来的结果 就是生老病死 就是病 病的来源 是因着什么 罪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除去了 世人的罪 也有这种的能力 接着病的医治 来见证 这个罪 真的被对付了 病被除去 就证明 这个根源 这个罪的根源 病的根源 在十字架上 被对付了 所以基本上 John Owen 他是应用了 十字架传的一段经文 十四章第三节 那从这个角度呢 不单是看病的医治 也可以看所有的 神经歧视的恩词 目的都是在这里 十字架传十四章 第三节 找到吗 我们一同来读 第三节 二人在哪里 住了多日 依靠主 放胆讲道 主借他们的手 施行神迹 启示什么 证明他的恩道 病的医治 证明耶稣的 死下的救赎 的确除去世人的罪孽 因为病的根源是罪 所以当病得医治 就表示 那个根源 那个罪 在十字架什么 被除去了 所以要见证 这个救恩 除罪的真实性 是证明 只是证明 十字架的救赎 把罪对付了 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 你的罪 的确得到赦免了 怎么知道呢 因为 用神的歧视 病的医治 来证明这个救赎 是真实的 是要见证 所传的道 见证十字架 赎罪的真实性 而不是这个救赎 里面 包括了神迹奇事 包括了病的医治 你看到那个 很微妙的分别吗 所以John Wimber 很有智慧 他说 It's not in the atonement It comes to us through the atonement 弄错了弄错了 不是这样看 不是你 你的罪得赦免是 肯定的 神的应许 是见证十字架 不是见证你的罪 见证十字架 救赎 赎罪的真实性 见证所传的道 见证耶稣十字架 赎罪的大人 是他 见证他 不是见证你 我病得医治 才能确定 我罪的生命 就好像 在中国过去的 重生派 要痛哭三天流泪的经历 才是证明你重生 不是用一些外在的东西 去证明 你的属灵经历 见证所传的道 见证耶稣 重点在这里 这同样的 假如你了解这个观点 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sign 你就明白 为什么在 神医聚会里面 常常只有 小数的人 得到医治 因为神不是 为了医治而医治 神是要 借着 一个神迹的彰显 见证 所传的道 来 见证他 所以你就 发现 耶稣 跑到鼻子大池 那么多的病人 只有 多长的医治 只有一个 就够了 因为耶稣不是 来改变 神原来所定规的 自然律 这个 生老病死的自然律 虽然万事更新 但是 病的 所有的除去 不再有死亡 要到新天新地的时候 不是现在 但是 透过 这些神迹 歧视 病的医治 让我们看到 神的道是真实的 这个福音是真实的 救赎是真实的 所以 也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 出来传道的时候 我们真的求神 最少一年 在教会里面 有一两件 大的神迹 来见证 他的同在 见证 我们所传的道 那这是 林道亮院长 我在华神的时候 他常常鼓励同学 虽然他 不是所谓的 林恩派 但是他非常相信 这个病的医治 非常相信神迹歧视 非常相信 祷告的大人 所以他跟我们说 几十年前 他在 洛杉矶牧养的 第一环境信会 他们礼拜三晚上的 祷告会里 这有多少人参加 你们猜猜看 几十年前 四十年前 五十年前 一千人参加 主要崇拜 跟祷告会的人数 甚至有时候 祷告会的人数 比主要崇拜 人还要多的 因为 弟兄姊妹 真的是 经历到 在祷告会里面 真的是神听祷告 很多的见证 病得医治 难受得到解决 弟兄姊妹 每次在祷告会里面 都做见证 神怎么帮助我 神怎么医治我 所以弟兄姊妹知道 参加祷告会才是最重要 蒙福的 真的是一千人 为这事情祷告 为弟兄姊妹的病 失业困难祷告 哇 过几个礼拜 就有见证 大家发现 祷告才是 信仰的核心 不是来听道 我们过去都搞错了 听道听道 变得非常理性 intellectual 祷告 最近神一直就是 给我看到 很难过的事 为什么整个西方的 基督教走下坡 我真的发现 因为整个西方的 基督教 是不祷告的 是一个不祷告的宗教 但是你看 这回教徒 为什么他们 现在美国发展 最快的是回教 在欧洲也是 真的吓死人的 他们是一群什么 真的有见证的 祷告 一天最少三次的 他们明那个喇叭 会在那边叫的 五次 讲少了两次 五次 然后一生五大善公 又注重善公 生活见证 非常好的这种的 家庭的生活 不会乱来的 很有见证 反而我们基督 常常在教会里面 听说离婚率也不少的 不到百分之四十 也到最少百分之四十的基督徒 不是说基督徒中 一定是很好 很多问题 都不祷告 然后别人 为什么要信你的救教 基督徒 你说你们信神 从来没看到你祷告 所以真的求神联名 所以解释大卫 他所经历到的 一个很多的解经家 就是说 是神给大卫 一个特殊的经历 赦免一切的罪孽 也医治 大卫一起的治病 那林院长也是 活到九十九岁 他每次有病痛 他一声祷告 抓住神的应许 那这个是神的一个的 给我们的礼物 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安典 Fruit Atonement 但是不要把它变成是 一定一定得到 来自透过我们经历 神的大能 神的医治 我们能够 更有信心的 为主而活 能够侍奉他 传扬他 见证所存的道 所以我也 感谢神 我也做了见证 说 曾经在纽约 脚底真的长了个疮 痛了好几个月 那时候也没有买保险 也不敢去看医生 这个通道 真的站不住 我都把左脚举起来 坐在椅子上 按着祷告 祷告完 我就站起来走路了 这个走了几步 奇怪 怎么脚不痛了 拿起来一看 整个窗不见了 我真的感谢神 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大能 这个救赎 会带下椅子的恩典 就像耶稣当年 能够医病干鬼 这个神的大能 耶稣的救赎是真实的 所以也因着这样的经历 让我在事奉当中 我就更有信心 为弟兄姊妹祷告 我在第四家 讲完道 我常常叫弟兄姊妹 有病痛的 坐在第一排 为他们按手祷告 常常这些弟兄姊妹 就打电话来 我就说 王牧师 你上礼拜为我祷告 我的失眠好了 我说感谢主 哎呀 我腰不痛了 哇 这些弟兄姊妹 就更有信心 说感谢神 我虽然短短的 在那个教会 是侍奉了三年 但人数 从七八十人 到我走的时候 三年后 挣到五百多人 那个时候是19 我是1989年去的 92年离开 那时候在湾区一个教会 突然间在短短 两年多三年 增长到五百多人 很少有的一个情况 我就从一堂的国语堂 到第二堂的英语堂 然后再发展到第三堂的国语堂 常常我一个人讲三堂 下午还要培训同工 连续就是四个聚会 教会就一直在增长 因为弟兄姊妹 真的经历到神 而且那个时候 大家也比较宽松 去爱修园祷告追求 那时候的长老梁 也非常支持的 就是说非常开放的 但是不要多提后来的发展 但是真的看到 弟兄姊妹经历到神 他们知道这个福音是真的 神是so real 神是真神 耶稣正灵 他们心心起来 传福音 那时候的姐妹会 五六十人聚会的 师母带领姐妹会 去传福音 去探访 帮助这些姐妹坐月子 彼此相爱 教会一下就起来 神就起始什么 见证 是个见证 是个sign 是个witness 不是个entitlement 这个就是我们的结论 好我们要继续往前走了 不能再发太多时间了 好 在基本上 我们不相信 所谓传福音 但是我们相信 神之奇事 见证所传的道 所以的确 因着耶稣的边上 因着他的救赎 这个救赎 能够带下 医病的 医治的恩典 但是 不是包括 所以 ис not in but through the atonement physical healing is not in the atonement but comes to us through through the the atonement 耶稣的救赎 是有这样的 能力 有这样的能力 这个能力的彰显 是要证明这个救赎 是真实的 真的把这个病的 罪根除去了 但是要所有的病 都能够得到医治呢 要到新天新地 现在是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 但是不完全 所以 病的医治 我们通常 把它放在special 一个很special grace 不是所谓的一般的 这个 servational grace 救赎的恩典 也一定包括 罪得赦免得永生 病的医治 是在神的这个 大恩典当中 是一个special grace 就好像 有些人经历到 这个 屋子的丰富 但有些人 还是 过很简单的生活 但他很喜乐 所以 神给每个人的恩典 安排 恩赐 不一样 就好像有些人 有五千两的恩赐 有些是一千两的 是神的一个安排 神的一个主权 但是 我们也要非常地注意 生命纪二十八章的一个应许 是真实的 是 成圣的一个应许 当我们谨守 遵循神的诫命 神会把各样的福气 物质的福气 让我们真的 在物质上 出了平安 入了平安 一切绰绰有余 居上不居下 坐手不坐尾 这个应许呢 不是 这个 得救赦罪的应许 出来的 是成圣的应许 所以得救是一件事情 得救会得罪在什么 成圣会得罪在什么 所以这些 我们会在下堂课 会一个一个来说明 你得救的经历 从如何悔改 重生 成为神的儿女 怎么走成圣的道路 一个一个的stage 我们都要说明 所谓救恩的次序 order observation 这个是讲到这个 对 现在你提到这个问题 我是讲到那个 原罪跟这个世界受到咒诅 这个的根源性 不是说今天你生病 就是一定你犯罪 不是 不一定的 但是就是说 普遍性的病 怎么带进这个世界 咒诅怎么带进这个世界 是这个罪 这个原罪 很好 因为你不会有病啊 生到病死 你就exempt 医院就 可能要关门了 所以 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 破戒祷告 就好像 你有个需要 只是因着神的怜悯 跟神特殊的恩典 我们就是跟神求 好吗 但是 不是说你 得救 就一定 就病得医治 必定 你就成功 必定就是要发财 这个是你 因着你的敬虔 因着你的爱神 因着你的守主的道 因着你的 追求 因着你的祈求 所以刚才还是提到 是一个 是一个成圣的恩典 成圣的祝福 所以我们要继续下去了 所以一定要抓住 这个重点 是一个成圣的恩典 所以你发现 这些爱主成圣的人 他们真的是 没有什么病痛 林院长活到99岁 包括我们 传道人都能够长寿 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 能够真的 被神长期的使用 不是说 哎呀 只是侍奉过 十年 二十年 总没有了 到六十岁就过去了 求神给我们健康 我们继续下去 第二个问题 也是关于这个救赎 有人就问 这个世界 很多人没有听过 这个救赎的福音 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他们的命运 他们的命运如何呢 甚至在旧约时代 好像只有以色列人 有神的救恩 旧约以色列民族之外的民族 能不能得救 我还记得我父亲 有段时间心情很软弱 常常跟我辩论 因为那时候我心得好迷 今天就是读圣经祷告 你不要心那么迷了 你的曾祖父 祖父 他们在中国 以前听过福音吗 难道他们就死了吗 只有你得救吗 我真的不晓得 怎么跟他回答 使用新耶稣才得救吗 恐父子难道不得救吗 他那么好 所以我们就思想这个问题 这个救赎 是否 是让 世界每一个人 甚至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都能够得救 这也就是 一些所谓新派神学 所提出的普救论 Universalism 不管你有没有听到福音 其实耶稣已经为你的罪定死了 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 也可能得救 所以 这是 第一个问题 究竟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他们 他们 能不能得救 在旧约时代 以色列人 以外 其他民族 他们 能否得救 这是一个很难 回答的问题 也是很正义性的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比神 更慈爱 我们都觉得应该人有份 大家乐 多好 对不对 为什么 耶稣在马太福音 第十章 第五节 会这样说 我们一种来翻马太福音 第十章 以前我读到这个经文 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 耶稣 你没有太偏心了一点 第十章 第五节 第六节 一种来 耶稣 拆解十二个人去 吩咐他们说 外半人的路 你们不要走 撒玛利亚人的城 你们不要进 宁可往 以色列家 迷失的羊 哪里去 圣的耶稣 在别的经文说 我是风照 只是寻找以色列的羊 这个旧纹好像 只限在以色列 难道 只有以色列人得救吗 但你发现耶稣 的确在旧约时代 把救恩 现在神的损名 以色列人的身上 甚至 当我们再读下去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 耶稣在末后大祭司的祷告 最后晚餐的祷告 你读下去 你更是受不了 约翰福音十七章 约翰福音十七章 我们看第九节 好 找到吗 第九节一同来 我为他们祈求 不为私人祈求 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 祈求 因为他们本是你的 再看前面第二节 提到这个 父所赐给的人 第二节 正如你曾赐给他全品 管你凡有学习的 叫他将永生赐给谁啊 你所赐给他的人 再读第六节 又提到 父所赐给的人 第六节一同来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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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只把 这个 父的名 显明于他们 他们是谁啊 父所赐给 主耶稣的 天群人 主耶稣一直强调 父所赐给我的天群人 我把道给他们 把你的名 向他们显明 我只为他们祈求 不为 世人 祈求 我们今天常常讲 普世双教 耶稣你没有讲 搞错啊 怎么 我不为世人 祈求 只为你所赐给 我的人 来祈求 耶稣一直强调 那个得救的 这个教会 是父所赐给的 我们再看 约翰飞第六章 他在第六章 也多次提到 这个观点 约翰飞第六章 好 我们来看这个 第六章的 三十七节 一同来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 逼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我总不丢弃 好 再到三十九节 猜我来者的意思 就是他所赐给我的人 叫我一个也不是落 末日叫他复活 然后再读六十五节 耶稣又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说若不是蒙我父的 恩赐 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意思就是 得救的人 这些人 是父特别赐给耶稣的 若不是父赐给耶稣 没有人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 若不是父系的人 没有能够认耶稣基督为主 都是好像父在 这个一群的人的身上 这群的人 耶稣一再地描写 就是父所赐给我的 这群人 就是这个教会 就是以父所说 第一章所应取的 就是父在创世以前 在基督里所拣选的 这个教会 所以 这让我们看到 好像耶稣基督的救恩 祂的救赎 有一定的对象 也就是我们 要去思想的 究竟这个救赎的范围 是否在旧约 只是在神所拣选的 以色列人当中 新约同样的 每一位蒙埃的 得救的 圣经同样的描写 我们每一位得救的 都是神的拣选 都是父赐给耶稣的 这群人 甚至保罗在罗马书 更讲到 这个得救的人 是有定数的 不是说你 多船就多一个 少船就少一个 一个都少不了 父所赐的 就会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而且一个都不会失落 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 好 二十五节 一同来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 不知道这奥秘 恐怕你们 自以为聪明 就是以色列人 有几分是运行的 等到外半人的树木填满 然后以色列传家 都要得救 我们今天 在这个末世时代 要知道神的救恩计划 是双线的 千万不要忽略的以色列 我们真的要为 以色列求平安 因为神在旧约 对以色列的应许 还是会成就的 来证明神的爱 是一个永远的爱 虽然今天以色列人 犹太人还是拒绝耶稣 对不对 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但是有一天 以色列的传家 还是会得救的 神 在人类历史的救恩计划 是两条线 一条线 必定要在以色列应验 耶稣基督要坐在 大卫的宝座上 永远坐王 以色列传家得救 同样的一个荣耀的计划 外邦人也怎么会得救 而且得救的人数是怎么 定好的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这个人数就是 父神在创世以前 在基督里面所拣选的 而这个的得救拣选的确定 甚至在启示录十三章 怎么说 我们的名字是在创世以前 谁在哪里 高养的生命车上 假如你的名字 不在高养生命车上的话 你就遭受到 神公义的身旁 听起来我们觉得 好像不太公平 为什么好像只有 这个的拣选的子民 拣选的恩典 临到这个 神的这个定数的教会 才得救 但是我们发现 神在旧约 就把这个证明 透过以色列民族 他们叫做神的选民 这个elect 来显明 他这个救赎的 这个的 规定的范围 到了新约 我们每一个得救的儿女 神一直都说 不是你拣选我 是我拣选你们 一直提到 每一个得救的人 都是运作神的拣选 而且神在每一个民族 都有他的拣选 我们不要去论断 谁是神的拣选 我们就努力地去传福音 碰到神所预备的 那个 好土 每一个人得救 其实 神所定的日子 他尚未度日日 都写在车上 在母福里面 神就伏必 他所拣选的人 所以你就发现 你人生的经历 好像是偶然 其实没有偶然 因为你就 跟这个朋友 他的基督徒 他带你信主 邻居是个基督徒 或者说 生了一场病 有人跟你传福音 为你祷告病的医治 信耶稣 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 其实你在母福的时候 神就拣选你 就带领你 所以当我们努力 去传福音 碰到神所预备好的 就自然结束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一个人信主 绝对不是单单 印着你的口才 其实 神只是透过你 是父神去信人 若不是圣灵感动 没有一个人 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的 你们 所以我们只是 做一个简单的动作 把福音传出去 我们就去啥种 你不要去论断 谁是神的拣选 没有人知道 圣灵策谁了谁的名字 其实那个得救的确据 连牧师都不知道 只有你自己跟神知道 因为圣灵会在你心里面 同证 你是否是神的儿女 不是代表说 你受洗了 你就是得救了 或许你有私奉 十一奉献 你很多的摆上 你就一定得救 今天的教会里面 最麻烦的问题就是 很多人不是真的是 从十字架入门 庆祝从神得救 从神医入门 我要追求神医 很多时候我们传当人传 也传说 你要不要病得医治 信耶稣 我为了要病得医治 我来信耶稣 你信不信耶稣 是最大的医生 但是搞不清楚 什么是十字架的道理 你举手要得医治 其实那个举手 不是真的是觉知信耶稣 只是信耶稣能医治我的病 所以很多人 是从别的门进去的 我要成功 我要得着祝福 我要得着永生 甚至你要得永生 而不了解十字架的道理 对不起 回教徒要不要得永生 要啊 他们得不得救 不得救 所以你传一个永生的福音 不一定是传对的 福音的内容 就是保罗在 过了人的前书所说的 我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被他定十字架 家里传福音 没有传耶稣的十字架 哎呀 你要得病的医治 你要得永生 你要得好处 这个跟佛教 跟回教有什么分别 没有分别 所以今天 为什么教会那么乱 我们传道人 要负最大的责任 我们把神的道传错了 我们传这个神医步道会 很多时候只讲神医 不步道 我去过好多次神医步道会 都是讲神医 讲很多得医治的见证 你要不要得医治 要举手 没有讲十字架 没有讲认罪 没有讲悔改 所以 很多弟兄姊妹 根本 没有得送命 没有从事得救 所以 千万不要看一个救人数多 或者看外表 得不得救 其实 只有他自己知道 我们也不敢论断 我们就尽量去传福音 遇到神所预备好的 所拣选的 自然结出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 真的是不是占尽害怕的 假如一个人得不得救 完全在乎你的表现 跟你传福音的口才 那我宁愿不传 万一我那天的 笑容不够好 爱心不够多 也没有多做迂攻 请他吃饭 要讲得也结结巴巴 讲得不清楚 害他不接受 是谁的错 多做多错 不做不错 也是我们中国以前最懂的 吃大锅饭就好了 不要多搞 对不对 你多做多错 不传福音最好 免得 我讲得不清楚 害他不信耶稣 不是你决定 也不是他完全决定 来自 真的是 神自己去吸引 圣灵去感动 我们只是做第一步 我们只是那个 necessary condition 听懂这个英文 necessary很重要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这个concept很重要 我们传福音是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是一个必须条件 但是对不起 不是充分条件 充分条件要看什么 圣灵的动工 圣灵是按照父神的心意 父神的拣选 去动工 父神自己 按照他的心意 去吸引 若不是天父吸引 没有人 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 若不是父所示的 没有一个人 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 都是父所示的 所以 当你有这个观点的时候 你读很多人的经文 你就明白了 我们来看 刚才我们读 以赛亚书53章 所以今天你能够得救 你会合得的兴奋 我真的哪里配 你居然在创世以前 就拣选了我 真的是用永远的爱 爱我 永远的爱 永恒的爱 我们一同翻到 以赛亚书53章 看看耶稣基督的救赎 的范围 11节一同来读 他必看见 自己劳苦的功效 便心满意足 有许多人 因认识我的义谱 得称为义 并且他要担当 他们的罪孽 看到了吗 然后在最后又提到了 他也被裂在罪犯之中 他却担当了什么 多人的罪 看到了吗 不是 all the people 不是所有的人 多人 这个多人 跟马太福音 耶稣所自己讲论的 一模一样的观点 马太福音20章 有些吓一条 马太福音20章 我们不要比神更慈爱 带出一个普救论 好 我们一同来看 马太福音20章 耶稣自己所说的 28节 20章28节 一同来 圣徒人者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来是要服事人 并且舍命 做什么 多人 又出现了 多人 在原文是 ransom for many 不是all 耶稣基督 为父神所拣选的子民 在创世以前 所拣选 所预备的 这个教会的定数 为这群人舍命 所以 你在没有信耶稣之前 其实耶稣 已经 因着父神的拣选 他有一滴血 是为了尤金流的 为了Maria流的 为了天津们流的 他已经 pay the price for you 就好像今天 你在JC Pen 你付了钱 订了一套家具 这些家具 迟早 是属于你的 因为you pay the price 你付了钱了 所以今天 耶稣基督 在 创世以前 因着父神的拣选 为了他的子民 拣选的子民 流了宝血 难怪耶稣说 一个都不会失落 因为耶稣 已经为了 你 任弟兄 付了 宝血的中假 只是让圣灵 一步一步 在我们的 成长过程 把我们claim back 本来就是属于 耶稣的羊 所以我们是寻找 迷羊 不是把一个狼 变成羊 你要把一个狼 变成羊 你就惨了 你就被他咬死 不是寻找迷狼 寻找迷羊 是寻找浪子 本来就是子 只是他不认识父神 把他寻回来 所以 用这样的态度 传福音呢 我们就很清醒 不是我们能够 变什么魔术 我们只是 把这个迷羊 带回来 圣灵早就已经在 引导 安排你去 得到他 甚至你一个 小小的福音单章 他读了 最新耶稣的 我真的在台湾 就碰到我们教会 一个传导人 我问他 他说他还没做 传导人 我问他 你是怎么信耶稣的 有一天我在高雄 骑津坐船 有个基督 给我一个单张 我在船上没事坐 就看看 看完我就照着 那个单张来祷告 就信耶稣 那么简单 哇 觉得信耶稣就真的好 哇 好像通天了 跟神可以祷告 哇 经历到很多奇妙的事情 后来他就奉献 做传导人 都是那么简单的 今天我们以为 是人定胜天 都是人的自由一致 所以我们就觉得 传分很难 都不敢传 觉得佛教徒 会变成基督徒吗 会呀 梁彦成就是个佛教徒 还在他打坐 和灵魂出窍的 跑到印度去取经的 但是当神的能力 领导他 基督徒的见证 领导他 我们中国教会 最认识的张立圣牧师 原来是个 虔诚研究佛学 很有研究的一个人 张立圣牧师 后来信主读神学 在Golden Kremble 做教授 他写了一套系统神学 在网站都有 张立圣 基督徒 佛教徒 包括现在中国教会 在香港 唐静辉牧师的师母 张家音 原来也是佛教徒 神要动工 管理什么佛教徒 回教徒 现在多少回教徒 都是在一项一目当中 看到耶稣的 都信耶稣 挡都挡不住 只要我们祷告 只要我们去传福音 做我们的本分 有那个必须条件 再加上圣灵 充分的条件 福音挡都挡不住 所以 在这里很清楚 要我们看到 这个救助的范围 Ransom for many 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 Chapter 10 看看 耶稣为谁舍命 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 一同来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 为什么 为羊舍命 为他所拣选的 本来就是 父神所拣选的 民养 为他们舍命 以赴所说第五章二十五节 讲到为谁舍己 为教会舍己 为教会 这个教会 在以赴所说第一章 就开宗民意 就定义好了 这个教会 就是在创世以前 在基督里所拣选好的 一个定数 耶稣的学 就是为了你 乔温留的 为了他所拣选的人留的 不是为了所有的人 听起来很难接受 但是假如想想看 假如耶稣的学 为了所有的人留 而假如所有的人都不接受耶稣 耶稣不是白死吗 很多人就是觉得 你信不信在乎你要不要接受 那假如 真的人的得救 都是人决定 人的自由意志 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性 虽然耶稣为了每个人 留的学 结果每个人 都不接受 就好像那个福音的言席 所有人都不来 耶稣不是白死了吗 耶稣会那么愚蠢 我们的神会那么可怜 那么愚蠢 No 他为教会生命 他为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 耶稣说 一个都不会失落 一个都不会失落 因为这些人是父所拣选的事 是父所试给耶稣的 所以今天你坐在这里 你那个得救 我们只有感谢神 不是我们比别人好 但是神白白的恩典 领导我们 其他没有机会得救的人 我们只能说 因着他们的原罪跟本罪 因着神的公义 他们别忘了 但是我们 真的是蒙恩 唯有在这个公义 跟恩慈的对照当中 我们才明白 真的他的救恩 是何等的藏果高深 假如没有地狱 没有神公义的审判 你不会明白 什么叫恩典 真的 就好像今天 很多美国的小孩 太被宠了 生活太好了 Everything people granted 所以他们不会感恩的 他就觉得应该的 就是应该就是 有LCD大电视 就是应该有冷气 应该就是有McDonald 他觉得本来就是这样 应该不会感恩的 唯有我们从东南亚来的 受过那个艰苦 那个贫穷 我们在当我们得到的时候 我们才会感恩 不是我们配 我们原来没有 真的很多的留学生来到美国 只是拿着两个皮箱 几件衣服 几本书 什么都没有的 到了20年后 做大房子 能够 哇 很有钱 当他想到过去 他们应该会感恩才对的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救赎的范围 就是 在创世以前 明知谁在高养的生命车上 是天父在基督里所拣选 所以我们再看这个 《史诗经约》十四章二十九节 这些经文 很多人他们故意不读的 因为他们不接受 就好像那些不上一圣灵 安吃异病的 碰到这些经文 他就说 这些经文是过去的 故意不读的 所以他们的圣经 是少了一些东西的 是减少的 好 我们再来看 《史诗经约》 对不起 不是十四章 是十三章 改一下 十三章四十八节 知道吗 一种来 外邦人 欢喜了 赞美神的道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 多什么信 神所拣选的 神所预定的 一个都不会失落 圣经说 多信 这就是 我上礼拜发给你们 那个 加尔文五大定律的 其中的一条 叫做什么 irresistible grace 无法抗拒的恩典 你怎么逃 怎么刚硬 神就有办法 找到你 这个迷洋 就会找回来 可能经过一场大病 有时候 可能是 因着你的失业 或者受到苦难 神就是有办法 把你找回来 无法抗拒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 都什么 都信了 所以你就发现 我们传道人 传福音是 很有信心 很有把握的 因为我们知道 神的心意 他要得着万族万民 他在每一个民族里面 都有他的子民 世上的子民 都有他的拣选 将来 在天上 透过启示录 我们看得到 各族 各方 各民 对有人 来敬拜他 所以今天我们做猜传 不是因为 一天有五十万的灵魂 要下到阴间 所以 哎呀 我们要赶快去传福音 你在那边 打球 在那边游泳 在那边听音乐 你浪费了时间 你知道吗 因着你 没有好好去传福音 一天有五十万 一百万灵魂 下到阴间 哎呀 不敢去 去这个打球 也不敢去交游 也不敢去旅游 今天要紧紧张张 不是因为 一天有一百万灵魂 下到阴间 所以你才努力传福音 不是用这样的一个的 好伤危机感 逼我们去传福音 其实我们传福音 是因着 知道神的心意 他在每一个民族里面 都有拣选 这个福音要从 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知道什么 地旗 耶稣的大使命 是要什么 得出万民 做我的门徒 而我们相信 在每一个民族里面 神所拣选的昆风 走不掉的 对不对 今天还做了解力 对不对 从中国还是跑到建立 来的 哈利路亚 一个都走不掉 所以因着我们相信 猜拳是神的旨意 每一个民族 有他的殖民 有神的民 所以我们 勇敢地 照着我们能做的 努力去做 你不要担心 整个大局 因为整个大局 整个棋盘 是谁在下这个棋盘的棋 神在布局 每个小兵 每个小车 都有用的 你不要小看 你是小兵 五饼二鱼 可以让五千人吃饱的 因为神在mastermind 在每个民族 现在中国的时候到了 神在中国大大的动工 哇 神迹启示 见证所存的道 现在非洲时候到了 也就是死人复活 见证多都不得了 都不是用人的努力 口才 当然这个 万和邦给 不永康 一服招的时候 哇 很多人都 就是经历到神的大能 并得得意志了 这些非洲人本来是迷信的 本来是 这些鬼的 教鬼的 哇 一个一个要信耶稣 神迹启示 见证所存的道 我们真的为不永康 感谢神 一场聚会 一百万人信耶稣 两百万人信耶稣 非洲会有大复兴 下一波 几年前 不永康来到这个加州 我的老二是最佩服 这个不永康的 就一直抓住我 我要去不永康的聚会 其实那时候我很忙 就开着到Sacramento 开了两个小时 而且我跟我儿子说 哎呀 我真的不能开那么远 尾醉痛 痛了 这个一年多了 做超过半小时 尾醉就痛得受不了 哎呀 我开着一路去 还是痛得不得了 但是我真的感谢神 不永康讲完道之后 我说要为你们 祷告 医病 你们谁有软弱的 身体有疼痛的 你们的手 按在你痛的地方 耶稣要医治你 不是我医治你们 是耶稣要医治你们 哇 我都按着我的尾醉 按得很紧 耶稣医治我 痛了大半年 开车来还是痛 哇 这个不永康 短短的几分钟祷告完 仰望十字架 彰显神救赎的大能 哇 祷告完之后 哎 摸一下屁股 哎呀 怎么不痛了 哈利路亚 从此就好了 哈利路亚 真的不用看 有这个医病的恩赐 神奇奇事 见证他所穿的道 为什么能够 连接着那么迷信的非洲人 甚至说 根本不懂什么知识的 他们愿意信耶稣 要敬拜耶稣 他们真的知道 耶稣真领啊 不是开玩笑的 甚至在他们当中 有死人俯获的见证啊 我还看了那个DVD 真的死人俯获 把一个死人 抬到这个聚会当中 居然死人俯获 吓死人了 见证所穿的道 好 我们休息几分钟 好